随着天气逐渐转凉 干燥的冷空气 会让很多人开始咳嗽 台中市有一名一岁半的男童 因为咳了很久都没有好 并且还出现沙哑跟气喘的声音 到中国医药学院儿童医院就医之后 医生发现男童的胸部中隔腔 有一个前肠复制型男种 幸好经过内外科的合作将男种切除 目前男童已经康复出院 在胚胎发育当中 不小心会跑出一个双套的囊种 那这个囊种理论上可能跟食道有点交接 可是我们在开刀的时候 发现它跟食道好像没有交接 就是一个囊种就把它取下来了 那取下来之后术后也都还蛮顺利的 中医大儿童医院胸腔科主任林健亨表示 长在胸部横隔腔的前肠复制型男种 非常罕见 国外不到十个案例 台湾目前没有类似的病例 医生也强调 这种前肠复制型男种 如果没有早点发现及时治疗 可能会引发反复性咳嗽跟肺炎 严重的还会引发突发性呼吸道阻塞 而致起死亡 这个食道啊 这个双套食道的囊种本来就不多 它大部分都是在食道下面肠胃 很少在胸腔有啦 反正你食道就是这一段 它会在比较下面的地方 那这个是在比较上面 它压迫到气管 所以至少 至少我们台湾目前没有人报过这种病例 那我们也就是跟家属解释说 还是有可能复发啦 但是机会很低啦 儿童医院医生表示 如果发现家中的孩童 有持续的咳嗽 治疗一到两个礼拜都没有改善 甚至出现沙哑跟喘息的声音 就要赶紧到医院检查 才能够避免病情恶化 恢复健康的身心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